第十三届全运会正式开幕,外国媒体形容天津全运会是史上单个国家举办的规模最大,摊赛人数最多的体育盛世,而中国媒体说这届全运会是最接地气的一次群众性体育活动,最大的亮点是群众性比赛项目增多,真正洪扬了全运会的精神,在这个过程中让大众积极投身到体育锻炼中,这是一次重大的进步。 本届天津全运会较之前有几个突出的变化,一是部分项目打破省区世界线,允许跨省份组合比赛,比如乒乓球,马龙和许新疆配对双打,二是本届全运会出现了华人华侨运动员,和一个人名义参赛的运动员,这体现了中国全运会的人性化,全球华人是一家,这是民族的宗旨,当然更应该体现在展现团结力量的运动盛会上,而改革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本届全运会, 取消了金牌榜和奖牌榜,过去金牌制赏,让全运会在很多比赛中,出现了不光彩的事件,虽然竞技体育都要分出胜负,但比胜负更重要的是在公平的环境下,让运动员完全展现出自我,在展现自我的过程中推广和传播体育项目,让大众真正参与进来,这才是本届和以后各界全运会的目的。 中国的体育发展正由竞技体育向群众性体育转变,是体育产业化的一大标志,中国全运会的这项改革举措得到了国际奥运会主席巴赫的高度赞扬,在天津全运会开幕现场,巴赫和亚奥理事会主席都亲临现场,巴赫曾多次表示,中国的体育发展是震撼的, 在各方面都走到了世界前列,天津全运会开幕式,不管是人性化还是融合新科技,都是一次视觉和感官的大冲击,中国向世界展现了发展成果。 据悉,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还将观看全运会单项比赛,即作为部分项目的颁奖嘉宾出席,此次中国行,他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,那就是继续与中国方面探讨深奥的可能性。 虽然2024和2028年奥运会的申办工作已经尘埃落定,但让巴赫烦恼的是2032级以后各界奥运会都没有国家提出申办,这样巴赫非常着急。 之前,他在国际奥委会内部商讨一项深奥改革议案,支持一个国家多个城市共同申办奥运会,甚至未来可以允许两个及多个国家共同举办奥运会。 之所以有这项提案,是因为巴赫的家乡德国有这种深奥的想法,北莱因、威斯特法轮州商讨全州13个城市共同举办奥运会,但不少城市提出了反对意见,涉及到安保及其他问题暂时无法调节,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,这给巴赫拓展了新的思路。 但即便这样,依然没有国家和城市主动提出申办奥运会。 巴赫曾多次表示,中国应该发扬大国风格,2008年成功的案列完全可以复制,中国具备了再次举办奥运会的条件,在全球经济不景气及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下,奥运会好像成了累赘,正是因为经济因素的影响,很多本来想要申办的城市打了退堂股。 不少民众表示,举办奥运会除了浪费没有一点好处,奥运会成了烫手的山芋。 巴黎和洛杉矶分别成为2024年和2028年奥运会的举办地,但为了落实这两个城市的申办工作,国际奥委会已经承诺在各方面给予扶持,包括市场推广和商业赞助方面,尤其是洛杉矶,因为做出了让步和牺牲,国际奥委会承诺给洛杉矶200亿以上的扶持,绝不会让洛杉矶亏损。 请中国主动申办,多少网友表示,既然巴赫求中国申办奥运会,那是不是应该带着更大的诚意来呢?中国不是接盘侠。 并没有合适的 кол运。 完全没合适中的 transistor。 感谢观看